韩国VS德国赴,墨西哥VS瑞典胜昨天推荐两场比赛,丹麦VS法国评局,和澳大利亚VS毕露夫都成功打出,今天为大家带来两场精彩的赛事分析墨西哥VS德国推荐,胜韩国VS德国推荐,赴墨西哥VS德国墨西哥已经6分,肯定会锁定一个出现名额,但两个竞胜球并不能确保小组第一, 而墨西哥只要做到不败,就可以确保小组第一出现,而瑞典只有3分,与德国相同,必须确保取胜,才能竞争小组出现,所以瑞典本场比赛必须要攻出去,但瑞典特点还是防守,如果选择不擅长的攻击足球,肯定会暴露自己的缺点,巧的是墨西哥是最擅长攻击的球队之一, 所以本场比赛会出现,瑞典攻击墨西哥后者等待大反击,如果瑞典攻击的不猛,那瑞典刚好可以锁定平局小组出现投名, 墨西哥八场国际有意赛,五胜一平,二负五场零封对手,瑞典国际有意赛和有意赛,八场二胜四平二负五场零封对手,所以本场看好墨西哥不败,更看好墨西哥反击得手,精彩推荐,胜推荐比分,比二关注后直接资信了找我, 要更多推荐韩国利S瑞典韩国与德国正场实力相差很大,德国目前与瑞典积分相同,所以德国要出现这场,必须要真枪实弹的全力以赴的比赛,拿韩国来记起,看好大败韩国 韩国最近八场一胜一平六负,出现渺茫,14个世界杯13个吃下半场打进,德国最近防守不稳,主力中为博阿腾本场红牌停赛,近七场赛事都有丢球,知道我为啥推荐一比三了吧? 德国最近20场各项的赛事中,18场上半场有球,德国正在能力远超有一赛,近18场正在16场生一平一负,是欲在10场比赛近43球丢4球,所以今晚比赛最多让韩国蹦大一球,精彩推荐,负比分预测,比一零比三关注后直接私信找我,要更多推荐,想找我交流精彩足球篮球的朋友 直接关注以后就可以私信我了,本店汇聚全国得益的民间高手,欢迎广大采明,前来免费跟单交流,免费推荐免费跟单免费交流绝对免费,绝不买料记住了先关注后再私信我